大家好,我是刘宏云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另一个止咳三针 那有人说了,你不上次刚讲了吗 然后这次呢,为什么又要讲 因为这次和上次不太一样 这次我们用的是 董事齐穴和传统针灸相结合来使用的 就是,好多人呢,因为这个董事齐穴 它确实见效很快,效果很好 所以呢,就特别喜欢董事齐穴 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 就是你自己喜欢董事齐穴 你就觉得董事齐穴天下无敌了 然后所有的这个针法我都不用去管了 不用去设计了 其实在临床使用中啊 你就会发现啊 董事齐穴和传统针灸完美相结合 有些时候治疗疾病是你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所以呢,无论怎样 我们学习针灸永远不能脱离十四经的基础 就跟董工写的第一本书 不就叫《董事正经旗穴学》吗 这个不也是在告诉我们 董事齐穴无论多么好 它依然没有脱离十四经的范畴 所以呢,就是临床使用的时候 根据病症,我们这个辩证治疗的时候 有些时候呢,你把这个董事齐穴和传统针灸结合在一起使用 效果会特别的好 那我们这个止咳三针呢 就是把董事齐穴和我们传统针灸相结合 首先,还是我们这一针 水晶透水通 水晶水通嘛,上次我们讲了 它这个书上写的呢 好多都是治疗肾亏引起的各种症状 补虚的作用比较好 但是呢,我个人爱好啊 个人临床习惯的 我特别喜欢用这两针是什么 顺气、礼气 就是我用它呢 主要用它顺气的这个功效 就是但凡这个咳嗽啦 气喘啦 打嗝啦 还有这个腹胀啦 但凡气腻的症状 我就特别喜欢用 效果确实也很好 另一个 哎,还是这一针 鱼记 然后还有我们的齿则 那为什么要配上这两针呢 首先 鱼记穴 这个呢,是我们肺经呢 行穴 我们经常说了 五叔穴嘛 井主 心下满 行主 身热 疏主 体重 节痛 对吧 所以呢 鱼记穴呢 它擅长 清 本经之热 因为你看 它是行穴嘛 我们 五叔穴怎么背来着 哨伤 鱼记 与太渊 精取 齿则 肺相连 所以呢 它 可以清 本经之热 临床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 擅长治疗 什么 肺阴虚 那我们 齿则穴呢 它是我们肺经的子穴 和穴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须则 补其母 食则 泄其子 所以呢 齿则穴 临床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清 肺经的食热 无论是肺阴虚 还是肺食热 好多呢 都可以造成我们的咳传 这两个呢 阴虚的 清食热的 全部都治了 然后你再加上水晶 水通 从中顺气 礼气 所以呢 这三针 止咳的效果 就会特别好 那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 再实操一遍 看看这三针 怎么下针 水晶水通呢 先说水通 水通呢 在我们的嘴角 下四分 你看 也就是这个位置 从水通 然后呢 向我们的内侧 斜开五分 那好多学员就问我 他说老师 这样也叫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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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斜哪去啊 所以呢 我们有个简便取学法 你看 这是水通四分 然后呢 斜开五分 斜哪啊 斜的时候和你的 它的这个纯线 你看 也就是这样 两个是一条平行线 也就是从这 然后斜过来 到这 然后这两针呢 我们取穴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一针透两穴 从水晶 进针 然后透向水通 进针的时候 你看 这是水通穴 然后呢 五分 也就是我们的水晶线 然后进针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 然后 捏起下皮肤 透向我们水通穴的位置 水晶透水通 我们取我们鱼记械呢 你看这我们大鱼记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掌骨 特别好找 然后呢 找到我们掌骨 掌骨的这个终点 这个位置 直次进针 五到八分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鱼记械 我们取尺则穴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去肘取穴 然后你看 这个 肘窝中间这块 有一条大金 特别明显 然后呢 我们扎针的时候 这是大金 大金旁边 这块凹陷中 直次进针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尺则穴 今天呢 关于这个 止咳三针的分享 就到这里